为了生个儿子 女人憋了三天 一群人催促她用力 她却在计算时间 终于生儿子的时间到了 女人用尽最后一口气 随着一声婴儿啼哭 她也晕了过去 之前连着三胎都是女 当女人醒来的时候 问的第一句就是男女 默默告诉她是个王子 王后抱着孩子喜极而起 这个儿子无疑改变了她处在谷底的命名 王上十年四十七岁 也算是老来的子 对这个儿子自然宠爱有加 这无形中改变了朝中的势力版 已经开始有官员导向王后的家族 一直忌惮王后的金安老大人 为了巩固权力 决心将一众态度不明的老臣贤臣赶出朝廷 他先在大臣中引起公论 在集体近乎逼迫地让王上做决定 王上只能无可奈何地答应 但在王上心中 金安老的专权已让他反感 金安老却不以为意 三成六盼都是他的人 替王上做决定又如何 于是他继续扫荡了王后的二哥隐缘横 这彻底激怒了王后 他要去找王上揭露金安老的大权 可兰真让他忍耐 并告诉他以一致言 现在他只需装病即可 按照兰真的计划 王后招来了叛斧氏夫妻 对于王后抛出的胆兰之 叛斧氏并没有立即接手 而是让王后保证会让世子记录 王后以自己的中殿之位做出承诺 叛斧氏这才同意和王后联手 兰真之所以知道叛斧氏是金安老身边最弱的一环 是因为他早早在叛斧氏身边 安插了一名和他同样野心勃勃的意境 对叛斧氏和金安老之间的嫌隙两无指掌 叛斧氏从中宫殿出来就去了东宫 他告诉世子 金安老曾故意延后上报孝慧公主去世的消息 孝慧公主是世子的清洁姐 世子震惊家愤怒 直接去质问金安老 这种事是无法瞒住的 金安老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世子 得到真相的世子对金安老只生愤怒 随后王后又去了兵厅 对以金安老为首的大臣一顿痛满 说他们藐视王上 善用权力 说着说着王后装作一阵脚痛 被嬷嬷掺回了宫 至此王后装病的目的达到 世子前来探望 问母后为何不顾内命父的身份 去兵厅斥责大臣 王后此刻终于找到机会抛出王炸 他说金安老一派对王室的动机不准 当年着曙之变就是金安老魔化 让孝慧公主实施的 世子震惊不已 王后说道 孝慧公主曾亲自在为娘这里承认 但这一切都是为了她的公共金安老回朝 世子问王后 座会使后宫和朝廷处于对抗 借着世子的孝心 王后楚楚可怜地祈求世子保护自己和小王子 这一番对话刚好被门外的王上听到了 这让他对金安老的厌恶又多了一份 招来可信的大臣对金安老进行了秘密调查 叶里兰真着急进宫来找王上 禀告金安老拘捕了自己的丈夫尹元恒 王上震惊不已 这件事又是金安老擅作主张 第二天 他质问金安老为什么抓了自己大舅子 金安老说尹元恒在谋划让小王子取代世子 王上问证据 金安老拿不出 王上立马明白 金安老又想组织朝臣发起公论 来压倒自己 王权受到了严重的挑挑战 王上有些忍不冷 与此同时 对于金安老的调查结果也很快出来 金安老买官卖官 拉帮结派 王上说要拿下金安老 可大臣劝他慎主 三成六派以及负责京城房屋的督总管 都是金安老的人 王上真是惆怅 半夜叫来叛府市 给他下了一道秘纸 寻机捉拿金安老 叛府市立马找到王后 禀告了此事 兰真也刚好在此 他出主意说 几天后是金安老小儿子大婚 金安老的党羽都会参与 可以借此机会打他的措手不及